每一位受到感染甚至因此失去生命的国人 都是台湾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身为总统我要在此表达最深切的不舍与歉意 总统蔡英文发表谈话 对于染疫与病逝的国民表达不舍 并表示疫情威胁仍然很大 目前防疫团队最重要的工作是让疫情趋缓 降低重症率跟死亡率 而他上午在接受广播节目连线访问时说 预期疫苗下个月更稳定供应 差不多7月会开放一般民众施打 6月因为美国跟日本的帮忙 我们有差不多200万 我们还有把伯格匠会的疫苗 6月对7月充满的疫苗 差不多进入7月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对一般的民众 那时候我们量稳定的时候 对一般民众来施打 前一天国产高端疫苗成功解盲 蔡英文也提到 未来是否能够获得紧急授权 相关单位会以专业科学的严谨程序审查 是否能够获得紧急授权 后续还有非常严谨的程序必须进行 相关单位也将依照审查标准 以专业科学的严谨程序进行审查 不分国内外安全有效 是任何疫苗获得紧急授权最重要的 先决条件 政府一定会依照国际科学标准 为国人健康安全严格把关 蔡英文也提醒 端午廉价请尽量不要移动 有必要移动 务必做好防疫措施 减少接触 避免疫情扩散 另外蔡英文说 台湾整体疫情控制到一个程度 目前三级警戒会持续到6月28号 呼吁民众持续配合防疫 让疫情控制更好 新唐人亚太电视 胡宗翰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